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BBC中文网和UDN新闻台 在台北联合主办的公众对话讨论会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台湾民主发展何去何从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之一 BBC中文总监李文 是 我是另外一位主持人 我是在台湾的UDN新闻台主持人彭云芳 今天是我和李文总监的第一次搭档主持 非常高兴 希望我们今天谈的题目环绕着民主 我们大家都能够擦出一些民主的火花 好 那么我们一言为定 不过我想呢 如果我们两个碰撞有火花的话 可能还不够 我们还要请呢 我们的在场的嘉宾一起跟我们碰撞出火花 是 所以呢 要不我们先介绍一下四位台上的嘉宾 首先呢 在我右边的是来自于 执政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江启臣先生 江启臣你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江先生呢 大家可能知道呢 以前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局长 或者我形容他呢 应该是前国民党的名嘴啊 那么在他右边的呢 是来自于可以说是台湾最大在野党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赵天林先生 赵先生您好 两位主持人 各位语谈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如果我形容赵先生应该是曾经是民进党的名嘴 因为他曾经做过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发言人 是 另外还要介绍两位同样是大有来头的来宾 首先来介绍的是台大哲学系教授林火旺 林教授您好 主持人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林教授曾经担任总统马英九在竞选台北市长的时候的竞选总干事 那么下一位介绍的是台湾的资深媒体人 也是人权活动家杨献宏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杨献宏现在目前也担任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 欢迎四位 那么除了我们台上的四位重量级的嘉宾之外 其实在现场我们还有几十位现场的观众 那么他们来自于可以说是台湾当地不同的背景 有学生 有学者 还有一般的市民 是 除了有来自台湾本地的居民之外 我们现场还特别邀请了有一些来自大陆的学者和陆生们 还有大陆籍的配偶也特别地欢迎你们 那么好 那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现场观众 还有我们的四位嘉宾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 那首先我想呢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个 可以说是反映了台湾民主程度的一个 可以说是民主指数排名表 那么我们知道呢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 每年呢 都编排一个全球民主指数的排名榜 那么在2013年的排名里边呢 台湾名列第35 看上去呢 似乎可以说是比中国大陆啊 甚至香港 或者说是新加坡 都可以说排位比较靠前 可以说是在全球的华人社会中呢 应该说比较 可以说在民主方面比较领先 但是 但是 于从事我们看到这个排名表呢 台湾的民主程度呢 被归类为部分民主 所以就这个话题呢 我想呢 可能首先先问一问这个江锦绳立法委员 您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对台湾民主这个评价 您同意吗 我想基本上这是一个相对的指数啦 也这个排名只是反映出来说在民主化的发展 过程当中台湾大概是处于什么样子的一个位置 这绝对不是一个绝对的素质 那如果从年代来讲 其实台湾民主的发展 也只不过是这二三十年的事情 那相对其他西方国家 其实我们还远落后啦 我想这是不争的事实 只是说在民主的话 民主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除了跟其他国家比之外 很重要是跟自己比 也就是说今年2014年 我们跟1980年代的台湾 1990年代的台湾 甚至2000年那时候的台湾 台湾的民主化是不是又往前走了 还是说我们更接近西方民主国家 他所提倡的这一些核心价值 我们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上面 公共事务上面 甚至国家机器的运作上面 甚至讲的具体一点 在国会里面 在立法院里面 在地方县市或者是议会里面 到底这些民主的价值 还有民主的真谛 那更重要的民主的过程 它是不是落实的比以前 更完整 那我一直认为说 这些指标一定有很多的指数 有很多的这个indicator在里面 那其中我觉得台湾 可能或许比较忽视的是 这个indicator里面的教育 民主教育这一块 因为这是一个你要走向一个 所谓完整的 或者是具体的民主化国家过程当中 扎根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还是很怀疑 在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教育当中 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很多事情政治化的原因 所以在学校的政治教育的这个落实当中 它好像没有一个完整的教材 或者能够很完整去落实 比如说开会 民主化的开会 到底怎么样开始 所以为什么当初 孙中山会去写这个民权初步 我觉得这部分就是 在整个对比当中 我觉得我们是要跟自己比 那这个指标给做我们一个参考 经济学人的这一份评价对台湾认为这个部分民主 刚才江委员特别提到的时候 认为应该要跟自己比 不晓得另外三位嘉宾的想法怎么样 是不是事情 江委员您也谈一下 江委员的看法其实我大部分是同意了 就是说台湾的民主 其实是一直在进展当中 那在华人的世界里面 我们能够名列前茅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华人 都要珍惜的一个资产 那在形式上 其实我们拥有的是完全的民主 比如说我们从村里长 一直到这个总统选举 我们都是可以直选的 光是今年度即将要进行的地方选举 就有九种选举 那在形式上 它是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 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认为这是值得骄傲跟珍惜 但并不代表我们台湾的民族 是没有可疑之处 我们还有很多包括公平性 有待上去的问题 我举几个例子 这个我想都是朝野任何政党 都要尽力去改善 第一个就是在政治现金的部分 我们可能已经有了政治现金法 这是进步的部分 但是我们规范个人跟企业捐输给 这个候选人的部分 有严格的上限限制 但是对于政党捐输给他的党员 候选人的却没有上限的限制 所以那就很容易会形成说 可能我们若干有比较经济能力的政党 他可能在选举上面可用的资源 就会比没有经济能力的政党 他的参政统治就多得多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在整个选举过程当中 不可避免的买票文化 甚至一些比较 诉诸互相供给 甚至暴力的这个行径 改善很多了 但是仍然是存在着 所以我必须说形式上 台湾已经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 但是在实质民主部分 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要加强 请林教授您抬一下 我是研究自由主义的 其实我们现在讲到民主 其实叫liberal democracy 我们不是只有democracy democracy就多数觉得台湾绝对是民主化的 绝对没有部分民主的概念 可是西方现在讲的民主 其实讲liberal democracy 就是自由主义加上民主政治 但台湾对自由主义这块了解 非常非常有限 也就是说 什么叫自由主义 其实自由主义在乎的是每一个人自由 所以在自由国家里面 投不投票根本是人民的权利 有些人根本不想投票 你知道吗 因为在一个自由国家 它已经保障人的基本权利 不受到侵犯 人的基本权利 包括言论自由 集会结社等等这些东西 如果用西方的讲法来讲 我们的权利进步有三块 第一块叫做civil right civil right 就是我刚刚讲的言论集会 结社出版自由 这些是我们的权利 再来就是political right 就是参政权 所以参政权在美国 在一九四几年 妇女才有参政权 你知道吗 再来就是social right 认为说一个人要有自由 一定要基本的生存条件 不然那自由是没办法用的 那我觉得台湾在缺乏的地方 如果用西方经济学员 所讲的部分民主 是指我们在liberalism这一块 做得不够 比如说言论集会 结社自由 我们每个都有讲话的权利 可是我们的社会在网路上 那种攻击别的语言 那你到处都可以看到 所以想法不一样就变成敌人 这就是我们不是没有民主 我们是不懂得自由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问题就是 我们没有做过 自由民主社会应该有的公民教育 甚至于我们的执政单位 都不知道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教育 该教什么 你知道在一九九零年代 西方社会最热名的话题 叫citizenship 你知道很多人觉得citizenship 公民有什么好教的 可是西方社会发现到说 制度齐备的社会 如果公民没有一定的素养 这个制度是没有用的 所以有一个学者讲说 现在大部分的国家 民主政治都是institutionalized 制度化 但没有真正realized 你知道吗 所以所谓台湾是不乎民主 是指台湾在对一个公民具有的 应该的品质 对待不同的意见 像福尔泰讲过 我反对你的意见 但是我事实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你跟别人不一样 绝对不能用暴力的方式 不管是身体暴力 或者语言暴力 都是不对的 可是台湾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虽然没有肢体暴力 但是语言暴力经常发生 所以我说 我们在liberalism这一块还差很远 但是democracy我们做到 是 刚才林教授是从自由与权力的 尤其是民主素养的部分来谈 而相对于刚才赵伟源谈的是 从选举的公平性来看民主 想听一下 杨倩红先生您的看法呢 台湾的问题 的确我同意经济学人的评论 讲到说我们只有部分民主 这个部分他是在讲的 就是说台湾到今天的民主 不是以一般我们认为民主制度的过程里头 很重要的一个叫 issue oriented 也就是说议题导向 来导向什么是我们要支持 什么不要支持 可是台湾大部分都导向于蓝绿 或是说政党 所以就变成我们过去是过度悲情 现在又过度激情 那这个激情都是不必要的 这有太多的问题 比如说在平常还没选举的时候 我记得郝龙斌市长讲过说低薪是国词 而且引起很多辩论 可是现在已经快结束选举了 11、29号选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 不管是蓝或是绿的候选人提出说如何解决低薪是国词 这么重要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薪水倒退回去16年前 这个不公平 因为16年前我们的GNP也不过是13000美金 现在我们公布我们的将近23000美金 结果我们这个GNP差了1万美金 可是我们的薪水原地踏步 那如果你检查整个GDP的成长 我们只有两年不成长 累积的成长16年来超过60% 可是这么重大的问题 在这一场选举之后完全不被提出 我特别要强调是台北市长提出低薪是国词 所以这个不是中央的问题 这个是地方也可以拿出来讲 结果蓝力都不提出 然后大家在辩论 有没有老鼠尾这些事情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 所以我是说台湾的民主的制度 如果没有转向 真正跟人民生活有关 真正的issue oriented 这个民主的排名 我认为不会往前走 那么其实我们听到设计嘉宾 其实从不同的角度 某个程度 其实认同《英国经济学生》杂志 对台湾民主的评价 或者我们听完了嘉宾的意见 我想试试 或者说问问我们在场的观众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互动 如果你认为台湾现在民主 已经是完全民主的 妈妈现在举举手 我看有多少认为现在台湾完全民主的 一个都没有 有一位 好好好 那如果您认同经济学人的评价 认为台湾是部分民主的 也跟我们台上大部分的嘉宾的想法是一样的 也麻烦您举个手好吗 看起来是绝大多数 好 是不是也有现场观众 您认为台湾其实完全不民主的呢 可以勇敢地举个手吗 没有 看来真是意见相对比较一致 那么当然了 其实台湾有关民主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也想请教一下 或者先从杨先生的开始 您认为台湾民主当中 您刚才提到不好的一面 您认为最成功或者说最引以自豪的 您认为是哪方面呢 我第一名是官不聊生 做官真好可怜 我蛮同情的 我常常非常同情做官的人 可是我又有时候会觉得说 如果官聊生的话可能民不聊生 所以我就变成是有一个 也许各位会认为我说 这个是不是太过度了两极 可是这个恐惧是在心里 因为毕竟我们真正走向民主的时间不长 我们曾经民不聊生过 我年轻的时代有的感觉 台湾根本不能住 我根本就要走人了 后来实在是义愤填膺 出国留学 再回到台湾以后 决定在这里住下来 为这个事情来打拼 那我想天宁兄跟我们都一样 我们在那个所谓的党外阵营的时代 来做这些事情 当然我也服务过联合报 在联合报里头 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奋斗 那达到今天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常常有噩梦 我们哪一天醒过来 我们又像当年一样 我们的民主整个失去了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说 我们的官员在电视机前面 在立法院里头 如此的可怜的 这样子被咨询的时候 我都觉得说 那个不就是告诉我们台湾民主 还有一点希望吗 那如果 所以这个是重点 但是我承认 我们这样想 是不完全正确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自行的机制 哪一天我们解开 我们觉得官也可以做得很舒服很好 民也可以活得很好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的观点是我们还没到哪里 也就是说我们的民主的道路 先从民部聊生 走到官部聊生 现在这个地步 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林教授 可不可以谈一下 台湾民主 您认为到目前为止 其实做得最不好的 表现最差的是什么呢 我一直强调说 台湾民主的问题 其实不在制度 我们制度没有被国外差 但是在人 我们都有一样的制度 可是我们的人不会这样用 比如说 为什么台湾现在买票还会成功 至少在某些地方 你知道如果一个社会 在台湾 像台北市 如果有人买票 绝对当选不了 如果一个社会是 大家知道说 候选人买票 是为他一时的利益 他长久来讲对人民是不利的 也就是一个自由社会 人民要有这样长远的眼光 我常常讲台湾的民主 说真话 从某个角度来讲 是有点不足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是非常非常难得 一个从一个传统威权社会 走向自由社会 没有像台湾这么幸运的 没有重大流血事件 你要知道 为什么我刚刚讲台湾人民 其实在某种程度 在自由主义这块 有很大的欠缺 就是我们不会学会包容 因为我们的传统价值 是单一标准 孟子讲说 自反而说 虽千万人无往矣 所以我摸着良心 你跟我不一样 你就是没有良心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人 把他意见不一样 但是敌人 是因为我们传统文化 是这样的价值观 其实西方社会 也是这样的价值观 所以在某拉图的理想国里面 描述 全世界第一个实施民主的地方 叫雅典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面 分析五种政治 最烂的是独裁 因为独裁是暴君 民主是倒数第二差 叫做暴民 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换句话说 一个自由社会 如果一个民主社会 把一切都交给人民的时候 如果人民没有学会 怎么样运用它的权利 人民没有真正当家做主 买票可以做主 就是因为钱做主 不是人做主 宣传广告可以做主 就是因为人民 很容易被散动 所以一个人民 如果没有自主自立的能力 我觉得这是台湾 目前民主最欠缺的地方 都是一切都道听途说 然后随波逐流 根本不是自己做主 刚才其实我注意到 林教授也特别提到 台湾的民主 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 而且可以说 从一个当时的集权 这么一个政权 然后现在到 现在这种民主的 这种发展的阶段 那么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经历了很多 不同的历史的事件 无论是79年底的 这个美丽岛事件也好 或者说87年 蒋经国总统宣布戒严 然后后来开放党禁 报禁也好 那接下来 其实我想问一问 两位立法委员 就是您认为 在台湾民主的 发展过程当中 您认为最重要的 最有标志性的事件 是什么 或者先由民进党的立委 赵先生 赵天宁先生 好 台湾的这些过程 我也很愿意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一定是 在世界民主阵营 很重要的经验 特别是在很多 还有中国人的地方 还在期待民主的话 那这些都是很值得 参考的经验 我觉得就是从过去 一路的白色恐怖以来 对抗威权的这些阶段 的每一段历程 它或许不那么有名 或许为人所淡忘 可是都很值得纪念 228的事件 桥头事件 中立事件 乃至于美丽岛事件 那个是属于为了未来 跨时代的 就是您的问题 我要简单回答 就是那跨时代的几个年份 前面奠定基础 他们可能失去生命 失去自由 失去财产 失去一切 但是它奠定了 我们后来可以成为 华人世界里面 最民主的国家 那最关键的 我觉得是几个数字 1987年的解除戒严 那实在是一件 很了不得的事情 没有经过严重的战争流血 那1992年的国会 全面改选 这是香港 是不是现在 正在争取当中的呢 那在这个1996年的 总统直选 而且是公民直选 而不是透过 国大代表的委任直选 那更是一个 划时代的意义 那当然2000年的 第一次政党轮题 2008年的 第二次政党轮题 我觉得在很短暂的 时间里面 我们能够宁静革命 走到这样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是我认为 划时代的里程碑 但我也必须提醒的是 刚才林老师讲说 我们没有经过流血的抗争 但是那也有一个 浅浅的背后的代价 那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民主生化的过程 要去消化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完全进入到一个 很民主完整的国家 我刚才所关心的 公平性的问题 或者经过几次修宪之后 现在的选举制度 有没有完全能够体现民意 更多少数的生意 有没有办法在民主政治 体现出来 我们都没有办法 藉由宁静革命一次到位 还要再继续努力 但是那几个 划时代的实践意义 我想说的是 如果台湾可以做到 就不要再拿说 哪一种种族 哪一种国度的人 他是没有机会做到的 是 刚才提到 这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我们也请张伟员 您也谈一下 在您什么当中 认为哪一件事情 是最重要的一个大事件 我想刚刚天宁兄 已经提到很多 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的 重要时点跟事件 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决策 当然解研 1987年 这绝对是关键 那解研之后 一连串的 我想选举的过程 直选的过程 政党轮替的过程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民主化过程 也不是靠一个事件 它绝对有它的背景 然后关键的人物 关键的时间点 甚至世界的大环境 它都在影响 台湾怎么样走向 民主化的下一步 所以我觉得 过去这些时点 我们都不能忘记它 它给我们的一些教训 给我们的一些经验 我们也必须记取 可是我们也必须回归到 现阶段的现实生活 也就是说 台湾讲民主化 我们讲台湾是民主国家 但这个民主化跟民主国家 到底是不是带给 大部分所有的人民 他所想要的 比如说刚刚提到 台湾薪水倒退的问题 台湾经营发展 面临的瓶颈 甚至我们国会运作 陷入僵局的问题 台湾宪政僵局的问题 我想这个都是 民主化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不断去 检讨跟克服的 或许这些克服的 然后又会缔造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事件跟时间点 这样子的话 台湾的民主化 才有办法继续往前走 否则我们其实在 站在现在的时间点 我们是非常担心 我个人是非常担心说 台湾的民主化到底走到现在 就好像今天的标题一样 发展何去何走 过去我们是说 台湾的民主化 何时到零 现在我们去烦恼的是 那发展要往哪里走 能不能走下去 能不能有大的突破点 我觉得是现在 我现阶段来讲 或许我个人更担心的是这一点 其实我没看到 有些网友在说到 台湾的民主发展的时候 也往往会提到 当年开放党禁 也就是说在台湾 出现了一个不同的政党 来参与政治 但是我也知道 也有人批评 其实台湾现在的多党制 慢慢变成了 就是实际上是两党制 也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 那么其他小党生存的空间 相对还比较小 就这个问题 我想问问杨先生 杨献红先生 您觉得这种说法 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民主 这个问题 的确是一个 很长远的问题 就是说 我自己的看法是 民主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只要哪一天你宣布说 我们民主成功 那一天就失败开始 就退步开始 就民主是一个 一直要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一直有问题 一直有问题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台湾正在经历 这个一直有问题 然后所有的 不管朝野的人士 只要你对民主这个信仰 你是相信的话 你就要不停的不停的 每一代接力的去解决问题 民主一点都不能少 民主少了一点 就变民亡 你要知道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民主跟民亡之间 只差一点 只有差那么一点而已 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如果刚才的问题 就是说 您看能不能回应一下 就是说 有人认为 就是台湾这个多党制 目前 实际更像是一个两党制 我认为多党制不是问题 问题是多党制里头 如果他们只在选举 叫我们去投票 那两党也一样 刚刚我讲得很清楚 issue oriented 请提出议题 用议题来说服我们 不是说我是谁 然后我是台湾人 我是哪里人 就想要当选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要告诉我们你要做什么 你说什么 或是只是指责 对方是权贵 然后就想要当选 这个也不对 虽然这是很好的竞选的策略 可是我认为这是 devil's invitation 这是一个民主过程里头 不是品质好的那一部分 不是品质好 品质好的那一部分是说 明明知道这个 当然你也不能说不可以讲 也不是不可以批评 可是请把那个位置放在 优先性比较低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台湾可以更多党 都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有很多小党提出来的意见 是非常好的 有种树的党 有绿色的党 他们的政见其实都是非常好 可是在台湾今天的所谓的 要两党挂帅的状况底下 我们通通听不到这些 真正公民社会的声音 这个才是我们要担心的 但是现在的两个大党 也有一点点就坐在那个地方 我的感觉是说 反正那些意见你们小党都提好了 我们就不用提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难道不应该由大党 你要提出意见 也就是这个民主的过程走到今天 非常危机的部分 两党的危机的部分 就说他们得到所有的媒体 最大的coverage 所以或许我应该讲说 我们的媒体 也是在民主过程里头 一个必须被检讨的对象 因为我们的媒体 太过度的重视八卦 太多的八卦了 把这个这么重要的 国家前途的问题 都八卦化 你如果把这个新闻 整个拉下来看 我常常有时候打开网路 我没有看到一条我要看的新闻 全部都是不需要的新闻 媒体的问题 其实也是这个民主道路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关 我们要指出来 您刚才提到两大党挂帅 我想请教一下台大林教授 您是不是也认同 台湾现在长期是蓝绿两大党 在垄断了整个政坛 其实这跟政党制度有关 选举制度有关 事实上早期台湾的民主选举 是有什么工人代表 教育团体代表 愚民代表 荣誉代表 现在完全改变 单一选拼两票制以后 自然变成两党挂帅 单一选拼两票制 会使得小党没办法生存 事实上现在很多西方国家 他在研究那个选制的改变 譬如像加拿大 曾经研究的选制 他们是多席次 然后多席次的时候 你投票的时候 可以投第一个人 第一个候选 我是first preferences 我第一优先 第二个我第二优先 连那个偏好都算进去 你知道吗 当然这个改革是一个 很长远的路 但我常常讲说 民主政治 会有怎么样的民主政治 是因为有怎么样的人民 如果人民很烂 不可能选出 很好的政治人物 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 你们一定要骂政治很烂 就那人都你们选出来的 譬如说 我们立法委员 花很多时间在跑团 立法委员不必审法案 或审的法案 他有没有认真 你不知道 他在这个法案 代表什么立场 你也无所谓 因为你只在乎 他有没有来跑团 如果人民发现 跑团的立法委员 没有审法案 我们现在立法委员 有点像市议员 每天只关心地方的事务 其实立法委员关心的 应该是整个国家发展 整个制度法案 可是我们人民是 这立法委员我常常看到 所以我就投他一票 各位 我们人民 如果立法委员 只是跑团 他就会成功 你不用担心 我们的法案会很好的 因为他不认真审查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人民 如果开始改变说 立法委员一天到 跑团 不是说跑团 不要 但是如果只有跑团 立法院我不投他 立法委员就会改变 所以民主政治 永远最后的权力来源是人民 当人民那么好骗的时候 政客很好混 所以我一直强调 公民教育有多么重要的原因 就在这边 我们不可能期待 政客有一天良心发现 我们要期待人民 我要求的是不一样 政治人物就要不一样 其实你刚才提到 选举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这次的活动之前 我们也在网路上 征求网友的意见和提问 我这里就有一个 有一位网友 在BBC中文网上留言 其实也谈到这个问题 他说他不认同 把选举和民主挂钩 他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选举民主了 并非代表民主在发展 特别提到 他说台湾以前有领导人 是以民主上位 最后以贪腐下台 所以他的看法就是说 他认为现在台湾 就可以说是选举民主了 但是整体社会还没有民主 就这个问题 我想问问两位立法委员 特别是江先生 您当时是放弃了 新闻局长的公职 然后去参选做立法委员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这位网友的一些评论 首先我当民意代表之后 有很深刻的感受 所以刚刚火旺老师那番话 我百分之百赞同 这是台湾目前民主发展的 一个过程当中 我不能说它不对 但是或许这是我们该走的过程 我们也期待说 走到最后能够实现 火旺老师所讲的那样子的一个理想 那至于台湾民主的这个发展 我是认为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形 就是说这个我们有形容形容 我们有这个形 可是在这个容内容的这一部分 一直现在台湾民主发展上面 我们期待去突破跟往前走的 选举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说 我以前在大学教政治学 我去选了九个月的选举之后 我的选举过程 我还在大学继续上我的课 我每一次回去都跟学生讲说 我觉得我政治学应该重写 因为政治学里面没有告诉我 要怎么样选举才会赢 或者里面告诉我说选举会赢的 在地方上绝对用不着 如果用那一套的话你绝对不会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或许是政治学它很有趣 很奥妙的一个地方 或许是每一个国家 它面对民主政治的时候 它自然有不一样的反应 人民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柏拉图他讲的 任何的政体 你要让它运作得当 你都必须要有教育素质的民众存在 有这样的素质的民众存在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 我是提到教育的问题 那我们在选区 我们也试着在 不要讲教育选民 跟选民沟通 就是说我今天我在立法院审法案 我们审预算 我们监督预算 其实我们也希望被看到 所以其实我也蛮赞成说 应该有国会电视台 24小时播那转播 国会里面每一个角落 到底在做什么 英国有 对 英国有 美国也有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其实都是 台湾还很多还可以做的 所以我刚刚讲这个型的部分 台湾还有部分都还没有做到 我们只有选举的型的那个样态 那个样子有做出来的 可是真正民主化过程当中 所强调的透明 所强调的监督 这个其实还有一部分 连型都还没有做到 更不用谈那个内容的那一部分 江伟爷爷也特别 会议跟林教授相反 认为这个民主素养 其实来自于教育 其实很重要的一环 是不是请赵伟爷爷你谈一下 这个选举至于民主 到底重要性是如何 好 那我就一并回答 两位主持人的问题 我先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因为我们台湾可以跟大陆 比比较近嘛 是 然后曾经微博有来 邀请我去开了一个微博 然后说可以去了解 大陆民众的一些想法 那我就用经营我脸书的方式 去经营微博嘛 那就譬如说我今天去那里 吃个什么东西 我今天在做什么 等等的 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因为很少人有机会看到 台湾的立法委员在干什么 这样子 那当然有人就挑战我说 我敢不敢公布我的财产 我说那我们法律就是规定要公布财产 有什么了不起 就贴了两天我就被观战了 我的微博就再也消失在 那个中国大陆 然后我就开始跟很多网友一样 我就二次三次四次五次 到十五次我就懒得跟他玩了 这样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赵老天林就从此消失在大陆的网友的客气 我们有个说法在大陆叫做转世 对 我转到十五次我就玩不下去了 有一个洪志坤那个名嘴 他好几百次还继续跟他玩 那我想要表达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有领导人 曾经因为民主上台 而下台之后目前人关在狱中 我们也有的领导人他上台 我们嫌他无能 可是我们却拿他无可奈何 但是 但是 他仍然是一个民主的机制在运行中 我们不觉得他好 刚才我们现宏老师有讲 但我们可以一直在改进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机制之后 我们就只能存互于一党 一人一派 他的良心 他的良心如果阳光出现了 你可能好过一些 他良心被蒙蔽了 那整个国家社会就完蛋了 我们不要再走回头路了 那当然回头讲选举 我认为选民真的是可以教育跟对话 所以林老师讲的都是我们的切身之痛 你不要说像选议员 立法委员简直做得跟里长是一样的工作了 因为我们的选序好小好小 比议员都还要小这样子 那所以呢 你一旦不像里长一样的这种工作 你随时就会被其他的议员所取代 所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两者兼具 就是我也做里长议员的工作 同时加倍努力做问证的工作 然后告诉选民说 哪一种会比较好 让他做选择 然后同时在选举的方式 跟问证的方式去做调整跟改变 然后让他们适应 但这都没有办法改变大局 我仍然认为 修改宪法的时候该到了 该把我们的权力失衡的问题 到底是总统制内阁制呢 我们现在小党没有办法发生的 选举制度要不要改变呢 那就是另外一个大灾问 这个是一定要去面对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换一个话题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西方 或者说其他的民主国家 在发展民主过程当中 往往就有一个所谓的领军人物 或者代表人物 也就是大家通常所称的 所谓民主之父 所以接下来我想问问 在座的嘉宾 究竟你们认为 台湾有没有所谓的民主之父 如果是的话又是谁呢 或者我们先从杨先生那儿 开始问这个问题 在我想象中 我觉得黄信介先生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他的重要性是在 看起来不太可能的时代 老实说 我刚刚讲说民不聊生 就是觉得说 活在这个地方有意义吗 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党外时代 不是民进党 是党外的时代 像黄信介先生那样的一个人 他不断地在这个街头上 带领的当时候的党外人士 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要制衡 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那你有时候 你也没什么选择 但是你就觉得说 至少他觉得 他说了一个可能性 就像一个 一个气球 你觉得可以打他一个洞 把他就消气这样一样 这样子经过 可是后来我觉得对我来说 比较重要是李登辉先生 因为其实李登辉前总统 在他的任内把两岸之间的关系 处理到尤其92年这个变法 可以处理到这样的情况 甚至于两岸之间的关系 可以一直维持这样的稳定的情况 我认为都是在李登辉的时代 他铺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那我也跟中国大陆的学者 大家坐下来谈过 他们认为以江泽民的程度 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大部分是江泽民 跟着李登辉做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历史上一直没有 把他解释清楚的部分 那我觉得如果没有 李登辉的这一块 特别是92年到96年这一块 那我认为台湾的民族 现在有可能很快倒退 倒退的可能性是 可是李登辉先生在那一块里头 使得他稳定 那黄信介是戳破那个神话的 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杨先生提出的是 黄信介先生 还有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您认为台湾民主之父 堪称这二位 那么是不是 林教授我在您心目当中 您所属意的台湾民主之父 又是谁呢 我会选蒋经国 各位知道 我觉得台湾有两个 非常非常重大的关键 第一个就是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是我正常在当兵 你知道以当时的民意来讲 如果施明德这一票 人抓到处死刑 当时的台湾民意是支持的 因为蒋经国的经济执政 很受人民支持 而且当时台湾还在威权时代 所以事实上台湾人民 还是觉得这个政府做得很好 所以当时如果那样做的话 我常跟大陆的同学生讲 我说你知道吗 蒋经国当时有权有势 有军队全部都有 他如果要处理这些人的时候 直接把他处决 我告诉你台湾的民主会晚30年 我说你看举个例子 六四天安门 大陆的六四天安门 邓小平采取镇压的手段 我告诉大家 现在大陆的民主还遥遥无期 所以我觉得有权有势者愿意容忍 其实是个很重要的关键 很多人常常讲说民主就容忍 你要知道 当你无权无势叫人家容忍 这开玩笑啦 一定是有权有势者愿意放 我觉得台湾那个是关键 第二个关键解言 如果不是蒋经国在临终以前宣布解言 以后的国民党继承者 没有人敢讲解言 所以我觉得蒋经国虽然是个 威权统治的社会 但它那个转捩点 我认为台湾的民主是整个开放 那个是关键 那么其实两位嘉宾 已经提了三个人民 我想现在我们要不跟 现场的观众也互动一下 如果认为台湾确实有民主之父的 是不是您举一下手好吗 为什么没有看到一个举手 我们这样问好了 如果您也认同认为 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是台湾民主之父的 是不是能够举一下您手 也没有 我们再问一下 如果是认为是 前总统蒋经国先生 是台湾民主之父的 您是愿意表个胎吗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几位举手了 或者是 谢谢 或者是前民进党主席 施明德先生呢 这样子请教您 如果您心目当中 有一位民主之父 但不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人民 有没有其他的人选 是不是愿意谈一下 比如说刚才杨先生提到 黄信介先生 是 哇 也有 好 但似乎好像是 举这个蒋经国总统比较多一些 是 也许有其他的想法 或者说从今天开始 来开始想这个问题 是 对 那么在这里也大家提醒一下呢 我们现在呢是 由BBC中文网 还有呢 在这个UDN新闻台 在台北 我们联合主持的一个公众对话讨论会 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呢 台湾民主发展 何去何从 我是主持人之一 BBC中文总监李文 是 我是UDN新闻台主播 兼主持人彭云芳 今天在我们一起 在现场的 还有台上的四位来宾 以及台下数十位的观众 我们一起来讨论台湾民主 何去何从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 其实我想呢 一会儿啊 也可以让我们台下的 现场观众呢 有机会呢 问问我们台上的嘉宾 不过呢 在这之前 你们先想好问题 我们现在呢 先呢 可以说先读一读呢 我们在这个网路上 收集呢 这些网友的一些 这个意见呢 或者提问 然后由嘉宾先回答一下 有一位呢 这个来自于台北 署名James的网友呢 他表示说 民主不仅只是选举一项 必须呢 全面观察评估 那么他说呢 其实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 所带来的不公义的现象 急需解决 例如呢 财富集中少数的财团 财富的分配呢 不均 然后呢 弱势族群呢 无法受到照顾 而年轻人又对未来的彷徨 那就这个问题 我想先请教一下呢 执政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江先生 我想的确民主不是只有选举 如果民主只有选举的话 那真的就是空有其表而已 那但是怎么样让这个选举过后 所诞生的这一些被选出来服务的人 他能够有效的带领去解决社会上所面临 或国家社会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还不是只有涉及到选举制度而已 可能整个国家的宪政制度 刚刚天廷先生所提到的这个部分 台湾现在其实我们的宪政制度 是处于一个某种程度上 有一点似不像的情况 我们跟西方的 不管是总统制内阁制 我们独树一个 我们叫无权宪法制 那这个制度其实也造成现在行政立法之间 我们觉得很多 没有办法运作得非常顺畅的地方 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 其实都面临一个问题 还有不管是谁当总统 我们都发觉说 前四年因为刚当选 所以都还在那边熟悉 可是后四年在当的时候发觉不对 怎么不管他个人的这个品格怎么样 似乎都陷入一个 这个政府行政这个机器没办法转下去的一个窘境 包括即使执政党在国会里面 有多数的席次 可是我们国会陷入一个某种程度上 常常对立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宪政制度 我们如果不去面对它跟处理它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光有选举 大概也没有什么 能够去改善目前人民所面对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这个国家的基本架构 我们现在的确处于一个需要修改的时候 因为这一套西装已经穿了几十年了 难免有一些不太适合的地方 你可能变瘦了你可能变胖了 那你必须要做一些修改 然后让它更适合我们现在身体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主张就是在现在的时间点 尤其明年马上我们要遇到总统大选了 这是总统大选的高度 这些候选人必须要对台湾目前的宪政状态 去做表态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 否则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一些 我们代意政治的问题 代意式的问题 为什么近年以来 累次发生直接民主在挑战代意民主 就是我们的代意制度 的确产生一些运作上面的麻烦 面对僵局没有办法处理 或者我们宪政体制设计上面 没有僵局危机处理的机制 所以早知总统也不知道能够做什么 民意代表国会好像也束手无策 所以人民直接走上街头 用直接民主来挑战代意民主 所以我觉得这是到 我们必须好好去面对的时候 听到我们现场嘉宾 今天都提到了 关于我们的制度 或者是宪政宪改的部分 都有一些需要改革的地方 我这边也有一些 UDN TV脸书粉丝团的网友们 所提出来的一些意见 有一位来自台北的一位 他没有特别署名的一位朋友 他说民主是否需要靠人民 自发性的由下而上来实现 而不是靠在位者的施舍呢 林教授您愿意谈一下吗 好 我必须对刚刚那个民主政治 什么民主支付我再做一个补充 跟这问题也相关 你如果问我说谁是民主支付 我觉得没有 我刚刚讲的是蒋经国是关键人物 但如果没有当时党外人士的冲撞体制 我觉得不会有今天的台湾民主政治 所以我常常讲说像施明德 黄信介这些都是我非常敬佩的人 因为没有他们蒋经国不可能放下 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蒋经国是关键 因为他当时有权利 所以这件事情就代表说 民主市场是靠人民争取来的 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是自动人家赐给你的 所以蒋经国如果不是当时社会 有人要抗争 他大概也不会赐给你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动 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要争取到民主自由 一定要是人民要付出代价 自由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从来都不是 你看人类有史以来像19世纪的思想家 John Stumel 他讲过说镇压往往是成功的 你不要以为有权力的镇压 是不会成功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讲真理会战胜黑暗 常常不是 有史以来人类被镇压的次数 不知道多少次了 最后能成功的几率非常非常小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民有这样体会 我那么常跟学生讲说 不要期待政客会良心发现 不要 我们要期待我们自己有怎么样素养 才能够建构一个比较成熟的国家 像刚刚讲的 有权力者一定为自己的权利 有利益者一定争取自己的利益 人的私心其实在一个自由国家 因为自由国家越来越个人主义化 个人主义最容易走上偏差的个人主义 所谓偏差的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 但是个人主义原来意思不是这样 我今天也没时间在那边戏讲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要建构一个比较健康的个人主义 我们每一个人民都知道 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我们要争取到比较好的 所谓公平正义 一定要给政治人物压迫 才有可能成功 不然期待他忽然良心发现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谢谢林教授这个 可以说一番的解释 那我现在想 不知道在场的现场观众 是不是已经准备好 有没有举手可以提提问题 像我们的嘉宾 好 前面再坐 请问 我对于民主之父 这个问题有一点困惑 因为这中间含了两个 我觉得有点带商榷的观点 第一个为什么是民主之父 这是不是有性别可白印象 觉得那为什么没有民主之母 或者是民主的 现在还有双性人 或者是无法辨识性别的人 那这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性别可白印象 才提出这个问题 再第二个就是说 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民主之父 这个名词去定义一个人呢 民主不是应该是由上而下的 一个发展形式吗 怎么会是变成 这个问题好像是 这是一个特定人物给予 我们台湾才会有民主 所以我想请问的就是说 在台湾的那个民主的发展上 多的是在历史上 没有连孔的这些无名小众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 台上的各位都是有发言权 有影响力的人 在未来的台湾民主发展上 我们如何让这些 没有连孔的一般民众 能够在未来的台湾民主发展上 更有影响力 谢谢 或者我们先让江委员来回答这个问题 还是怎么样 我想你刚刚那个提问非常的好 就是说 我想主办单位他提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说有什么性别之见 纯粹就是说在台湾民主过程当中 这些有贡献的 或者大家觉得贡献特别巨大的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如果我们要用father这个字来形容 那个民主之父的 那后面应该是要加s 是复数 可能一国 这个开国的那个关键或许一个 可是整个民主化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这个参与里面的先贤们 我宁可用先贤们 我不用什么支付 这些在带领或者在中间 出力也好 出钱也好 这些等等都是很重要的人 所以我是这样子来看待这个问题 所以在整个民主化过程当中 的确还有一些是无名英雄 我们没有把它点出来 那这些无名英雄 可能在我们在回顾的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去提到他 但是呢 我相信各位你们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在扮演这个无名英雄 因为大家如果说认同这个民主的方向 是我们该走的方向 大家就会在这个制度上面 不断的去要求改善也好 提出我们的贞便也好 甚至对政治人物 刚刚黄旺老师讲说 你去压迫他也好 不要期待政治人物的良心 会发现等等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无名英雄在做的 也就是一般民众 所以整个民主的过程里面 绝对不是只有这些人 是所有全体在这一个国家社会里面的人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想换一个话题 我想问一问 就是说台湾的民主 究竟跟西方的民主国家 这个民主有什么相同 或是不同之处 我也注意到四位嘉宾都曾经在美国留过学 或者我直接就比较一下 台湾的民主跟美国的民主 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或者简单的 我们先让赵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个我先曾经我没有在美国留过学 我只是今年初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 去做了一个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当然是民主的老大哥 所以他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台湾基本上也是朝美国式的民主 在发展当中 那我必须说我们相同的地方 应该是说我们都是在那样的框架下去发展 然后在那框架下发展里面呢 我一定要回应一下这个江伟一讲的 我们真的是卡在一半 一定要选择总统制或内阁制 要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 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明确的 全责相符的政府体制 那我这就不多数了 我的看法跟他是一样的 所以应该去怎么做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本质上很不同 我觉得台湾毕竟还是一个华人或中国人的 移序下来的社会 所以我们跟美国 以美国为例 美国是一个很不信任政府的一个国度 他们是当时一个移民的社会 然后很多的殖民地 然后勉为其难的组成了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的宪法 基本上就是在保障各州 保障个人 而不是在保障中央政府 可是我觉得刚才也回应 刚才那位参与的朋友所讲的 整个中国人的社会的问题 或华人社会的问题 就是那个皇帝的 那种以上为下的 那个家天下 天子的那种封建的移序 还没有完全从中国人的社会 华人的社会移开 所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就会变成说 好像你总要找到一个明星 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太阳化学运 你就会看到那几位领袖 可是你可能忘记了那30万个 穿着白色的衣服 在街上的人 那这个就是一个仪序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特质 也不用去怎么样去谴责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我们正在学到民主的真谛 应该就是要像刚才您提的 就是说从那个明星化的追随 回到了就是说我们已经拥有所有的权利了 那我们的每一个人在面对我们拥有权利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主张 我们该怎么去争取的这件事情上面去做努力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西方民主是我们所施法 效法的对象的话 那才能够真正达那个精神 否则你改再多的制度到最后 你仍然会仰望的是那个英明的领袖 你仰望的是那个超凡入胜的一些带领的人 可是你往往会失望 可是你就不要忘记 其实在这个制度下 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了不起的人物 好 谢谢您 那么其实台湾的民主 不光是台湾本土的人事关注 我们也知道在海峡对岸 中国大陆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关注台湾民主的发展 我想其实问问杨倩宏先生 我知道您一直在关注中国人权自由这方面 您觉得其实台湾这种民主的发展模式 在中国大陆有没有复制性呢 或是指指不得复制呢 我想有参考性 可是我不认为可以复制 中国的情况和中国情况它的特殊性 这种旋律不太一样 可是台湾有一些基本元素 应该是在透过交往之间我们要表达 我简单把它归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两岸之间不能只谈价格 要谈价值 两岸之间也不可以只谈利益 要谈正义 共产党 中共要谈利益跟谈价格 它最会 台湾怎么谈谈不过它 可是谈价值 谈正义 台湾都是站在最关键的位置上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刚刚主持人问的说 我们其实归纳来讲说 我们可不可以影响他们 我答案当然是正面的 一定可以影响 我们就是应该去关心整个 比如说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如果中国到今天为止 因为我在2012年12月11号 在台湾立法院 包括两位委员都参与了 都支持了 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台湾关心中国良心化名单4033人 我们所有的立法院 unanimously pass 没有意义的通过 这个通过了以后 我们非常清楚告诉对岸 说如果中共你这个政权 没有办法善待你自己的人民 我就不会相信你会善待台湾 那我觉得这个的态度要达清楚 那这个也就影响了中国 它内部因为我们必须告诉两岸之间也好 或是中国作为一个要民主化的过程也好 人权自由法治民主这些体系 它要用它属于中国特色的方法去发展 我们没有意见 可是那个关键是跑不掉的 是 刚才听到了您谈到太阳花雪运 也谈到了关于台湾民主 是不是适用于中国大陆 其实我们有相当多的内容可以讨论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这场公众对话时间已经来到尾声了 在最后要特别请现场的四位来宾 用一句话来总结 我们尝试着 能不能谈一下 你们心目当中对台湾未来民主发展 最重要的期待好吗 我们就这样依序从杨献宏先生开始好了 我心里头其实是赞成赵元刚讲的 我们要 我其实心里想要不是修线 自线 其实自线才是台湾真的要走的路 那虽然我也承认修多了就是自 自少了就变成修 可是修多或是修少 全民共同决定 所以这是这句话 好的 请林教授 我常常想引用那个美国哲学家 John Rose讲的话 说政客在乎的是下一次选举 政治家关心的是下一个世代 我期待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 为下一代想一下 我也期待台湾人民 要期待政治人物良心 发展是不容易的 所以民主国家要成熟进步 我们人民要负点责任 谢谢 请赵委员 民主的问题就用民主来解决 千万不要走回头路 要珍惜台湾的民主 上一代打破头流血 争取现在的民主 我们这一代真正的骨气 就是要赶快把我们的宪政制度 修到一个确确实实 适合台湾发展民主的一个好地方 是 江委员 经济发展或许有奇迹 但是政治发展 民主政治的发展 绝对没有奇迹 它绝对是一步一步走下去